好,現在時間呢是7月5號禮拜四的晚上 也就是這一次的第11次全國大露營這個第六天 第六天的晚上 那今天晚上即將進行的是閉幕典禮 那現在呢還有半個小時 那現在時間是晚上六點半 所以呢在六點半大家可以看到各分營呢 已經慢慢集結到這個主要的這個開幕閉幕 以及國際職業都在這樣的一個舞台 那其實呢神功嶺的這個大超賞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現場呢稍後也會即將呢 有一萬多名的一個童軍在這個現場 那大家已經都慢慢一支 這個移動過來 那其實還有這個除了參加七天全程的這個童軍之外呢 另外還有這個第二梯的幼童軍 今天也是他們的第三天 那其實每次的大露營呢都是以這個七天為數 那七天呢會搭配這個幼童軍 他們這個前四天後四天 然後中間有其中一天呢會進行這個一個交接也就交換 再一個是上午離營一個是下午這個報到 那我們現在趁這個時間呢來給大家看看 現場這個大家已經慢慢的集結了 而且呢大家都要自備小板凳 嗨嗨嗨嗨我們來看看 右童軍團六四團 台北市三十八團的幼童軍 其實幼童軍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小 所以他們會把他們安排在舞台前面的第一排喔 那其實現在是 大概還有半個小時的這個暖小時間 而且呢 而且呢 如果你們還在行進的隊伍 我們請快步的跟著我們前面的隊伍 急速的進入我們集合的區域 看呢其實我們這次大會呢 還出動了這個好幾機的這個作業喔 然後包括這個吊背也來了 其實呢也會有空拍機喔 那其實我們總共有三個晚會都在這邊 包括第一場的這個開幕 以及這個前天的這個國際之夜 再來就是今天的這個庇幕典禮 那其實這邊有一塊還有一個分營區還沒到 好 好現在這個 右邊這個分營區已經到了 原來是第一分營區 他們這個可能從下面走上來比較遠一點 其實今天整個節目流程還蠻遠蠻久的喔 因為我發現呢大概要三個小時 從七點到這個晚上的十點 因為重點是呢 閉幕之夜還會進行很多這個 翻發感謝狀以及這個 呃 頒獎的一個這個部分 所以時間蠻長的整個三個小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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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